今天,是五党情报战线的传奇人物,龙潭三截至一钱壮飞牺牲84周年的日子。 周恩来总理曾经多次说过,如果没有钱壮飞,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在了。 他的情报曾经挽救过革命,早期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,帮助周恩来等党中央多名领导人顺利撤离。 他获取的密码本,帮助红军顺利粉碎多次国民党军队的围剿。 他设计的纪念塔,至今仍高耸于江西瑞金。 1935年3月31日,跟随红军长征的钱壮飞,在国民党军队的飞机轰炸中失踪,后被确认为壮烈牺牲。 年仅40岁,隐蔽战线上,埋藏了一个又一个无名英雄的身姿。 当战争年代的硝烟范静。 钱壮飞这个名字,以及他所演绎的精彩,应当穿越历史,永远留在我们心中。 从医生走上了革命道路。 钱壮飞出生于1896年。 年幼时聪明伶俐,六岁就进入洋学堂读书。 十二岁考入湖州府中学堂。 十七岁那年,钱壮飞家道中落。 无奈离开省立第三中学圆湖州府中学堂,之身赴北京求学。 1915年,钱壮飞考入国立北京医学专科学校。 他在学校里结识了一位同窗女友张振华,并最终结为夫妻。 一专毕业后,钱壮飞先在北京常兴接挂牌行医,后至精髓铁路局附属医院工作。 同时兼任美术学校匠员、报馆编辑等职,受弟弟影响。 钱壮飞夫妇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,并走上革命道路。 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钱壮飞夫妇以挂牌行医为掩护。 积极从事党的革命工作。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,李大钊壮烈牺牲。 中央北方区委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,遭到严重破坏。 被迫停止工作。 钱壮飞因党员身份暴露。 遭北洋军阀通缉。 经组织安排。 他离开北京。 经天津、开封、辗转到上海。 打入敌特机关内部。 钱壮飞短暂的人生中。 在国民党敌特机关潜伏的那段岁月无比精彩。 当时,钱壮飞转移到上海后。 不断寻找工作。 一次,他看到上海无线电管理处招考广告。 就去参加考试。 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。 由于工作能力强。 而且和无线电管理处主任徐恩曾氏老乡。 钱壮飞很快就进入他的视线,并得到他的赏识。 1929年冬。 徐恩曾被派往南京,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。 并让钱壮飞,担任自己的基要秘书。 钱壮飞立即向党组织汇报了这一情况。 中央特科随即决定,派利克农和胡迪,一起打入狄特机关。 经钱壮飞安排。 李克农和胡迪,先后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。 就这样。 义柄力剑插入国民党敌特机关的心脏。 他们也并称为龙潭三杰。 钱壮飞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后。 以自己的精明能干及难得的连结,赢得上司气重。 也凭借自己的机制,获取了大量情报。 不过,特务投资徐恩曾虽然欣赏钱壮飞的才华。 但还有防范。 他只让钱壮飞处理档案和电报收发。 密码本却随身携带。 机要电报也一直由自己亲意。 钱壮飞与李克农商议后设定一计。 一次陪徐恩曾到上海期间。 钱壮飞把密码本偷偷拿出来。 由守在外面的同志,迅速拍照后。 再送回徐恩曾的兜内。 此后,钱壮飞从报务员那里接到电报后。 对估计有价值的都由自己开封先议。 然后再云洋封好上宋。 从敌人的六蜂蜜店中挽救组织。 历史上,因为一个人的叛变。 险些让周恩来等党中央多名领导人落入敌手。 1931年4月25日晚。 正独自值班的钱壮飞, 接连收到三封来自武汉的电报。 都写住徐恩曾亲意。 这种情况以前从来没有预见过。 钱壮飞一下子警觉了。 他判断武汉出了大事。 决定拆开密电。 第一封说, 黎明被捕并表示归顺党国。 如能迅速解治南京。 三天之内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。 第二封说, 将用轮船将黎明借送南京。 第三封说, 军舰太慢了。 若有可能改用飞机押送。 钱壮飞知道。 黎明就是顾顺章。 顾顺章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工人领袖。 长期负责上海党中央所有的保卫工作。 顾顺章知道上海中央上百个机构的住址、领导人的住址。 知道各种联络方式。 知道党中央最核心的机密。 顾顺章在汉口被叛徒由重新发现,并秘密逮捕。 很快就判变了。 危急时刻。 钱壮飞沉住冷静。 他先派我党地下交通员。 也是他的女婿,连夜赶往上海通知立克农。 情报送出后。 钱壮飞又收到了三封加急电报。 当看到最后一封电报,说,不要告诉你身边的人时。 钱壮飞知道自己暴露了。 26日早晨。 他像平常一样,把这些密店当面交给徐恩增后。 从容不迫地离开敌营。 接到他的情报。 周恩来指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各机关,立刻采取行动紧急转移。 同时,中共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,也全部转移。 钱壮飞为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等地下组织的安全,做出了重大贡献。 周恩来后来曾多次提到,如果没有钱壮飞,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在了。 钱壮飞写给女婿的借条。 这是钱壮飞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笔记。 资料图。 钱壮飞出走后,徐恩增害怕被追究。 经书通上司陈立夫和有关同僚,向蒋介石隐瞒了自己的秘书,是共产党以及密码已经泄露之势。 这样,国民党当局长期未更改密码。 直至红军长征时,对敌侦查仍主要依靠无线电侦听。 红军长征万里,一次也为中埋伏,并总能选择敌何为的薄弱部位跳出。 一个小小的密码本,在中国历史上,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 钱壮飞在危机时刻挽救了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,为迭战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。 牺牲之谜,钱壮飞转移到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,历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长,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司令部第二局副局长等。 紧张地破译敌人电报,掌握敌军的动态。 1934年8月1日发行的《红星报》第56期第二版上刊登的钱壮飞创作的漫画,功能红军北上抗日。 资料图 长征开始后,钱壮飞继续从事情报真听破译工作。 他根据破译的情报,绘制敌人军事行动图示,使中阁军委迅速准确掌握敌情,从而掌握主动,制定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。 1935年3月31日,部队渡过乌江,后来到贵州西封县流长附近。 第二天因遭敌机空袭,部队分散隐蔽。 空袭过后,队伍集合继续行军。 走了一段路,周恩来发掘钱壮飞堵在身边。 当即派人回去寻找,因处在敌军前堵后追的战争环境里。 没能发现他的下落。 钱壮飞牺牲的原因,也成了一个谜。 1997年,金沙县建起了钱壮飞烈士纪念碑。 2005年,在有关部门支援下,金沙县后山县修建了钱壮飞烈士陵园,钱壮飞烈士同像,钱壮飞烈士世纪陈烈士。 如今,这里已成为红色旅游基地。 每年前来参观调宴的人络绎不绝。